49. 太平洋日報 下半年會更好 半導體產值漢增17.4% 2015年7月8日產業新聞07記者黃奕鋒台北報導 燃調機構突破產業研究所預估 今年半導體產值約2041億美元 僅較去年小幅成長3.1% 上 下半年產值比約46.554 即下半年產值將較上半年成長約17.4% 托迫產業研究所經理林堅宏表示 應特以代表的伺服器、個人電腦、 筆記型電腦等生產力相關裝置 以及強調個人行動生活的手機與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 是支撐今年半導體業產值的兩大主力 物聯網與穿戴裝置相關議題雖然 林堅宏說 因受限銷量與使用的 有限 對整體半導體產值貢獻張有限 林堅宏認為 物聯網應張是半導體下半年最業的議題 指示在終端明星產品上未出現前 貼近應用端的資料中心相關廠商業職增長張最顯著 至於手機市場 林堅宏預期 4G手機市場競爭營將激烈 新興市場智慧手機換機潮張是國家廠商 等兵家必爭之地 垂直線 自然帶衛進行 即使在沙徒之地 並拍攝 發動的反應 數據 調節 無期間 在頭部 置